第971章点之 现在的大事 就是阴魂的推进不可挡 哪怕有助天梯大能坐镇 也完全管不过来 顶多只能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关键是 黑暗帝国还没有出手 一旦黑暗女王或是长发女等超级绝颠发威 哪个势力不适一推就到 所以 一颗颗星体沦陷 也掀起了大规模的移民狂潮 以黑暗帝国为中心 向着宇宙的深处逃亡 要说速度 那肯定还是传颂阵最快 所以 好多强者皆有时间进入太虚界中 反正 现在除了逃亡之外 他们也没啥可以干的 这些人也是后来才知道 原来阴魂入侵 竟还会带来修罗界的规则 虽然只是一部分 与凡界齐平 否则的话 若是仙界级别的规则入侵 那整个凡界都要崩掉了 天地有序 若是有更高规则袭来 凡界的天地亦会发起反击 十号复首而立 四周则是大量的先界人 他们是来太虚界进行战斗 已将参悟到的东西消化 而有些东西也确实需要通过实战 才能掌握的 你便是修罗 有人站出来 向着十号后问道 神情十分巨傲 十号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说话 表现得比他更加傲慢 那人勃然大怒 他可是驻天梯 虽然放在仙界并不算什么 可在凡界 这就是最强级别 你一个小小的灯圣位 也敢无视我 真是反了天了 小小的凡界灯圣位 也敢无视本少的存在 那人出手 向着十号抓了过去 果然 可以被特意送下来参悟修罗界规则的 自然个个都是天才 否则即使来了凡界也不会有什么收获 反倒浪费了资源 这年轻人的战力赫然达到了八步 放在凡界 这是不可思议的战力 足以横扫登圣位了 然而 在十号面前 这又算什么呢 砰 十号一拳轰出 那人立刻化成了碎光消失 不堪一击 十号面无表情 再还扫一圈诛人 有没有强一点的 就这种祸色也敢跳的欢快 会让我对仙界生起鄙夷的 这也太群潮了 众仙界人都是大怒 哪怕原本对十号无感的 现在也被激发起了怒意 小子 你不知道祸从口出吗 又有人冲了上来 同样是八步的战力 但要比先前那人超出一些 砰 可那又如何 依然是被一拳解决 呲 两拳解决两个八步战力 这强的有点变态啊 千界人面面相去 皆是露出痴惊之色 哪怕去了仙界 同阶一战这年轻人的实力 也可以排在一域的前十了 凡界居然可以出现如此妖孽 呵呵 果然有点实力 可如此就想小看仙界 你真是太天真了 一名青山男子走了出来 哪怕这是太虚界 依然可以看出他的不凡 有若一颗太阳 光芒无比耀眼 裴生太 无缺真人的弟子 在广陵仙玉的仙级以下 他可称第一人 若非为了这次的造化 他肯定早就迈进仙级了 哈哈 这个修罗居然惹得裴生太出手 要自讨苦吃了 可惜 这是太虚界 杀不了人也伤不了人 无所谓了 区区凡界蝼蚁 需要同他一般见识吗 好多人都是认识这个青山男子 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 出手吧 裴生太向着十号勾勾手指 显得不屑之急 十号一笑 并没有客气 冲过去就是迎面一拳 只取中功 毫无花巧 毫无变化 裴生太勃然大怒 我让你先出手 你居然以这样的招式来打我 这是对我多么得面事 狂 他冷笑 挥起一掌 向着十号回进而去 砰 然而 裴生太立刻色变 十号这一拳看似普通 可威力却是狂暴无比 无可名状的力量碾压之下 他不由自主地连连倒退 根本无法匹敌 只退出了几百账 他这才站稳了脚步 十号危险亚然 点点头 能够接我一招 你倒也算是个人物了 这这这 接下你一招 难道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吗 太狂了吧 可是 现在众仙界人都是哑口无言 因为被十号一击轰退的话 那可是裴生太啊 广灵仙玉 仙人之下的第一人 居然只能堪堪接下了十号一击 谁还能说什么 裴生太站稳脚步 一张脸顿时变得通红 其耻大辱 啊 他大吼一声 主动向着十号杀去 力量迸发之下 他浑身发光 有若一尊太阳神 便是一道目光便能毁天灭地 可惜 这里是太虚戒 更是灯圣委屈 他可发挥不出真正的实力 砰 十号再出一拳 裴生太再次被震飞出去 扑 他吐血 但血液一喷出来就消失了 这是精神世界 并非实体 可这也让众人知道 这一拳让裴生太受了伤 裴生太无法接受 一个凡人居然可以如此蹂躪自己 拳缘破 他又向着十号冲击而去 这一次他用上了大招 打出了一个巨大的光球 向着十号冲击而去 有点意思 十号看着这颗光球 然后出指 啪 光球破碎 化成了无数道光 继续向着十号发起冲击 可十号的身上却有一个半球形的护盾 将这些光全部挡了下来 能够挡我三招 不错 十号点点头 对裴生太表达出了欣赏之意 正常来说 十号完全可以打碎裴生太的第三机 然后反击之力将对方轰伤 但是 悬缘破是先术 而且还有先界的规则在其中 十号以本元金无法进破 所以 只能动用上了自己的力量 以利破利 如此一来 他的反击也就不够灵力 无法将裴生太轰伤 听到十号的评价 众先界人都是表情古怪 如果这句话是出自金元仙甚至欲仙之口 那裴生太肯定会欣然 因为他的目标就是成为金元仙 当然了 若可以冲击欲仙的话 他自然会更加欣喜 可是 区区一个登圣卫 居然也敢大言不惭地对他加以点评 于他来说 这是羞辱 天大的羞辱 第972章群星之巅 先王传人 裴生太重新走了回来 轰 他的气势无尽地涌动 次要冲破登圣卫区域的限制 迈进接天路 甚至更强的层次 然而 这是太虚界 压制力无比可怕 他根本不可能做到 啊 裴生太发出怒吼 太憋屈了 他不甘心啊 如果是在正常的世界中 他一击就可以将十号轰杀成渣 但在太虚界 在这个登圣卫区域 他却不敌十号 完全不是对手 越是天才 就越是有着自知之明 他死死地盯着十号 却没有出手 裴兄 我们联手 又有一名年轻人走了出来 韩刚 不少人都是惊呼 这是广陵先玉的另一名天才 实力和天赋都不在陪生态之下 众人都是有些不敢相信 堂堂韩刚 居然还要与人联手 而且战斗的对象 还是一个小小的凡界人 更是只有登圣卫 可是 这句话确实是韩刚说的 呲 广陵先玉的两大顶级天才都是认定 同阶一战 他们并非这个凡界之人的对手 必须联手方能一战了 只冲着韩刚这句话 十号便已经可以明动广陵先玉了 好 陪生态点头 这虽然有些耻辱 但他更想知道十号的实力 到底达到了何等地步 因为如果只是某种高度的话 他还可以追赶 但超过这个高度的话 连他一直有仰望的份 在他名动广陵先玉的时候 曾经遇到过一个同样年轻的对手 对方只是一招就击败了他 同阶之战 公平之急 这一战让他颓废之急 好久才重新振作起来 但亦让他知道 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现在面对十号 让他好像重回当时 面对那神秘年轻人时的无力 十号扫了一眼 摇摇头 两个太少了 你们全部一起上吧 好嚣张啊 先界人都是气得牙咬咬的 这也太嚣张了 可凡界舞者则是各个热血沸腾 只觉扬眉吐气 能够压的先界人都是没有脾气 为十号耳 你先赢了我们再说 裴生泰说到 他心中有种感觉 十号应该不是凡界人 而是先界下凡来历练的 与打败自己的年轻人来自差不多的地方 他猜测 那神秘年轻人应该是先王传人 所以 输给这样的对手 并不耻辱 裴生泰 寒刚同时出手 向着十号攻了过去 然而 十号只是随意出手 就把这二人轻松镇压 一起上 在裴生泰的大喝之下 更多的先界人加入了围攻十号的队伍 他要逼出十号的极限 到底达到了什么层次 与心中所想进行验证 然而 在十部面前 人数根本是没有意义的 十号就只是随手而为 就见人影分飞如稻草 哪怕这些人联手又如何 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这就好像大人打小孩 将这些先界人打的是完全没有脾气 差不多将每个人都是杀了一遍之后 先界人终于停下了攻击 打不过 完全打不过 裴生泰点点头 他已是证实了心中的猜想 十号必然是先王传人 我知道你来自哪里了 他向着十号说道 咦 你在说什么鬼话 我怎的听不懂呢 十号只是看着裴生泰 却并没有说话 重心之颠 裴生泰又说了一句 呲 这让其他的先界人都是倒抽凉气 露出了震惊和敬畏之色 这又是什么鬼 十号依然不动声色 他一开口肯定露出马脚 不如闭上嘴装高深 原来是先王传人 难怪这么厉害 搞了半天 原来也是我们先界的 而且出身如此高贵 先界人小声议论着 但还是让十号听得清楚 重心之颠代表着先王吗 不对啊 一个先狱至少有一位先王坐镇 而先狱又是奇大无比的 所以 先王们又怎么可能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呢 见过少军 裴生泰等人皆是向着十号攻身行礼 你们这也太会自说自话了吧 哦 我的战力拔群 就应该是先王传人 那咋没人说老丁是先王传人呢 哦对了 老丁在凡界一共活了九世 也许第一世的时候也被当作过先王后代 但活出第二世之后 应该就没人这么认为了 还有 老丁在第七世的时候打得黑暗帝国节节败退 直接让黑货没有发生 砸了所有人的饭碗 从这点来看 老丁也应该不是先界人了 十号的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这次的黑货若是由他摆平了 不知道裴生泰等人又会是怎样的表情 他懒得解释 直接退出了太虚界 如此高傲 却让裴生泰等人更加相信十号的身份 若非先王传人 又岂能如此骄傲 哪来的底气 丘罗疑似先王传人 这个消息传开 立刻引发了大轰动 将十号的生平仔细研究一下 便是不少凡界人都认为这是真的 为什么 第一 十号好像是凭空出现的 在补神庙之前 他的来历是一片空白 第二 他有仙居 据说这是只有先王才能炼制的 第三 他太强了 只有先王叫出来的 才能让大家接受 这个事实发散之后 竹家老祖 双花尊者等十号的敌人 都是瑟瑟发抖 千王啊 他们居然得罪了先王传人 如果十号是银铃仙 金元仙甚至御仙之后 他们皆不会太过放在心上 毕竟仙凡相隔 仙界也只能出动驻天梯战力来对付自己 而驻天梯对驻天梯 打不过难道还逃不了吗 所以这并不需要太过紧张 但是先王就不同了 先王太强了 强到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扛住凡戒天梯的反噬 完全能够强行出手 击杀凡戒的任意一个存在 如此一来 他们岂能不害怕 但是 愿已经结到了这样的份上 就算他们向十号低头 对方又能饶过自己吗 他们只能希望这是一个假消息了 十号则是向紫金鼠询问 群星之巅是什么意思 那是先王的住处 紫金鼠解释道 在仙界 仙人才拥有飞行的能力 但即使是御仙 也不可能飞到天之穷上 而在那里 有一片片飞幅的岛屿 有若星星会发光似的 便被称为群星之巅 只有先王 方有资格在那里开辟道场 第973章误会 群星之巅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 而是先王们都喜欢在 苍穹之顶的福岛上建立道场 因此 这四个字便代表着先王 十号正在失效 裴生泰等人居然将自己 当成了先王传人 却见附近那些仙界人 都是走了过来 干嘛 想打架吗 十号同监无敌 甚至越一个大境界 都已经略有无敌之思 但是 对上驻天梯 尤其是绝颠级别 他还是要逊色太多太多 拜见少君 不过 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多虑了 这些年轻人 皆是向着他恭敬行礼 哪怕境界差距极大又如何 那尊敬之情可不失装出来的 先王二字 在仙界真是太沉重太沉重了 一遇之王 主宰着亿万仙人的生死 一言定天下 不过 仙王传人甚少公然现身 大部分时间都在群星之巅 聆听仙王的教诲 只有出现大击人的时候 才能看到仙王传人的身影 但每一次都是无比的惊艳 必能创下惊人的成就 现在 他们亲眼看到了 真得牛逼 无比得牛逼 也许 未来这将是一位新的先王 既然你们都这么叫了 我要是不装一下 先王传人的话 岂不是辜负你们的好意 说穿的话 这些人恼羞成怒 反倒不美是不是 再说了 他迟早是要娶了苏曼曼的 而且 他母亲的主神应该也是一位先王 所以 说他是先王传人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不但是先王传人 而且还是双先王呢 十号淡淡点头 没有表现得太过骄傲 但骨子里的那份傲然 却是让所有人都是相信 这绝对是先王传人那 那种好像与生俱来的尊贵绝妃装出来的 从安民等人则是亚然 十号真是先王传人 不是吧 十号则是随意发问 了解一下先界的情况 裴生泰等人也毫无怀疑 因为先界实在太大了 哪怕先王也只能再一遇称王 十号所对应的先王 可不一定变在他们的先遇之中 不了解情况也十分正常 他们之无不言 让十号对先界 至少是裴生泰等人所在的先遇 有了一定的了解 先界确实大 至少裴生泰他们亦无法说得清楚 先界一共有多少个先遇 别说他们只是小小的驻天梯 哪怕大部分先人一辈子 都不可能走出其所在的先遇 可惜的是 裴生泰他们毕竟境界太低了 而且基本都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了修炼上 对于先界的了解并不是很多 好吧 至少也有了些初步的了解 十号很快就将这些人赶了回去 现在的重点是领悟修罗界的规则 哪来这么多时间跟他们浪费 修罗 你真是先王传人 从安民等人皆是问道 十号只是淡淡一笑 是与不是 重要吗 他说得很玄 事实上却没什么营养 可从安民等人听来 却似乎蕴藏着深意 让他们皆是点头不已 但鬼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众人也都是各自展开了感悟 这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子金鼠则道 要不是也知道你的仔细 也要怀疑你是先王之子了 呵呵 十号淡淡一笑 他继续参悟修罗界的规则 目前除非他能够立刻迈进驻天梯去 否则的话 面对这场黑货 他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又是几天之后 他的精神力耗费过大 只能停下了参悟 不过 他可完全没有闲着 他主动冲入空中 开始拦截星空中飞过了阴魂 空 他释放出自己的圣位 一座足有一万丈高的圣位出现 好像可以将新宇都给撑满了 靠 居然有这么巨大的圣位 底下所有人看着 皆是目瞪口呆 他们哪一个没有经历过登圣位这个阶段 可即使是裴生太等仙界天才 意识经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差得太多了 不愧是先王传人 也只有这样的天才方能铸造出这么巨大的圣位 圣位是精神力凝成 而阴魂也是 所以 圣位对于阴魂有着强大的杀伤力 更何况这还是十号的圣位 威力自然更加惊人 凡圣位所及之处 阴魂冲上来就是死字 只是一瞬间而已 死在十号手里的阴魂就不计其数 这让十号迅速积累着天地功绩 让他感应到与这片天地的联系更加紧密 而这也意味着他调用规则愿发地顺利 反过来推动着他的实力进一步提升 扎了三天 十号发现自己跟这片天地的沟通 已经没有一丝的隔阂了 他应该不再是天艳之人了 十号十分满意 现阶段他还是需要这片天地 不过等他的小心雨完全成长之后 那他便可以超脱出这个世界 现在他在修炼 应该是得心应手 再不被天地排斥了 虽然十号杀得非常之狠 可放在整个心雨之中 那说大无比的圣位也只能说是沧海一速 对整个阴魂大军造成的伤害并不是太大 他杀累了 回到陆地之上又开始了参悟 这一次他的进进明显快了 果然不被天地排斥 参悟速度都快了 这种快慢很难发现 便是之前十号也没有感应到慢了 直到此刻有了对比 他才有了察觉 继续 又是半个月过去 十号差不多将修罗界的规则补完到了灯圣位 虽然还差了一些些达到圆满 可距离真的只有一丁点了 哼 你们是在找死吗 一个森冷的声音响起 空间撕开 走出来一个赤着上身的男子 肌肉散发着金属的光泽 有若钢铁锁住 黑暗帝国的刀客 超级绝颠 他踏在半空中 身上好像散发着什么特殊的气息 所有阴魂经过他的时候 皆是绕行而过 丝毫没有攻击他的意思 你们从仙界下来 趁机参悟一点修罗界的规则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倒也可以相安无事 刀客说道 但你们竟然大肆杀戮阴魂 这就坏了规矩 本尊 现在要杀人 裴生太等人自然听得清楚 却是痴然 没有我等长辈的纵容 黑祸可以发生吗 所以 这哪是你们开恩 第974章超级绝颠战 敢对本少呼喝 真是找死 池浩开口 裴生太 是 少君 裴生太连忙阴命 不管你 你们用什么方法 本少要看到这家伙死 池浩下令道 既然这些家伙将自己当成了先王传人 那不妨用上一用 遵命 裴生太大声说道 不只是他 其他仙界人也纷纷教道 一个个都是十分振奋 那可是先王传人啊 要是和十号打好交道的话 那以后在仙界岂不是可以横着走了 谁在动自己之前 都要想一想 万一得罪了先王又意味着什么 先王 先界之王 强得让人无法想象 刀客看向十号 不由眉头一皱 此人 尽可以指挥先界人 不对啊 他可是追杀过十号的 不过区区登圣位 怎可能拥有这么强的号召力 可是 为等他细想 裴生太已经杀了过来 空 两人交手 激烈无比 放在凡界 刀客乃是绝颠中的绝颠 九十九阶啊 就十号所知 也就几千年前出了一个牢骨而已 但是 先界太大了 天才无数 裴生太能够在一个先欲称为先级之下的第一人 他自然修到了绝颠 而且同样是绝颠中的绝颠 两人对轰 裴生太丝毫不落下风 甚至 他慢慢占据了上风 为何 因为虽然大家境界相同 可他是先界人 修道的规则更加完整 自然战力更强了 刀客挥舞宝刀 刀气划过 心体上都是留下了一道身鹤 只斩到三分之一身的距离 这危能可怕得下人 要是任他这么狂斩的话 顶多摆来刀 定可以将一颗心体生生斩爆了 可是 现在有裴生太在场 又岂能容他得逞呢 两人越打越是激烈 而战场也在升高 进入了星空之中 刷刷刷刀气划过 大地上还是出现了一道道身鹤 而掌力扫过 一座高山瞬间就被移平 要知道 这二人可是在星空中开战 于境上且还有这样的威能 可见超级绝颠强到了何等地步 不过 裴生太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 若是刀客立战不退的话 那他今天必然要交代在这里 凡戒人 终究只是蝼蚁 裴生太淡淡说道 显得高傲无比 这战力确实强 石磊他们虽然也同样来自仙界 可跟他一比 那简直就是小孩似的 刀客怒吼一声 你得意的太早了 哄 他身上猛的窜出来八条黑气 有若蛟龙一般 张牙舞爪 纷纷缠绕在他的身上 啊 刀客大吼 表情痛苦至极 整张脸都是猙獰无比 啪啪啪 他的身体漠然变大 瞬间就化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 这绝非形容词 现在的刀客 大到一只手就可以将一颗心体握住 石浩不由想到 古通修炼的秘术 便是可以将物体缩小 带到飞生仙界的时候 直接带着云顶心一起跑 与此相比 颇有一曲同工之效 可刀客绝非想要带着这颗心体飞升 他直接起刀 然后以掌为刀 向着心体劈了过去 抓 一道璀璨的刀器袭来 足有整个心体四分之一那么粗 一刀下去就可以将这颗心体斩爆了 靠 这应该是凡界生灵拥有的力量吗 裴生太意识露出肃然之色 他轻贺一声 一拍头顶 咻咻咻 只见一道道 剑气飞了出来 向着那硕大无比的刀器迎了过去 剑气飞出 立刻放大 每一道皆如高山 砰 砰 砰 剑气频频斩在刀器上 终于 几百机之后 这恐怖的刀器被化解了 裴生太露出吃力之色 双眼圆睁 好像极不可思议似的 你的实力怎么会突然之间突破百阶极限 现在的刀客 站立直标百阶驻天梯 虽然仅是一步之差 可这一步却是天壤之别 就好像八十九阶只能称为驻天梯 可九十阶却可称绝颠 刀客只是冷笑 一刀在斩 可只要看得仔细 便可发现 原本他身上缠绕着八道黑器 现在却只剩下六道了 也就是说 他没斩出一刀需要消耗一道黑器 那顶多也就是发威八次而已 可是 裴生太又挡得下八刀吗 不可能的事情 百阶决颠对于九十九阶决颠是完全得碾压 之前裴生太可以挡下一刀 那是他用上了温养多年的零剑气 可已经被他全部用完了 接下来他只能硬挡 而硬挡的结果就是死路一条 这让裴生太根本无法想象 他可是超级绝颠啊 放在凡界应该是无敌的 哪怕会遇到对手 也顶多同样是超级绝颠 百阶居然会有百阶变态 空刀气斩过 却是被硬生生挡了下来 在裴生太的面前出现了一座华美无比的院子 散发着阴晕之气飞在星空中有若梦幻 仙居 十号正立于仙居之上 用不懈的目光看着刀客 既然装逼 就要装得清新自然 果然 无论是被救的裴生太 还是底下的众仙界人 皆是露出强烈的敬畏 不愧是仙王传人 连百阶绝颠的攻击都能轻松挡下来 他们却不知道为了挡下这一刀 十号一时差点吐血 因为挡下这一刀容易 可要让仙居稳在原地没有移动 这又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刀客一领 目光明在十号身上 这小子真是仙王之后 他虽然是凡界人 却知道许多仙界的事情 清楚只有仙王才可以制作仙居 所以 这小子真是仙王传人 刀客眉头一皱 目前阶段 黑暗帝国还不想与仙王为敌 毕竟这个层次的强者 只要愿意付出点代价 完全可以在仙界就出手 击杀凡界任意的存在 目前不行 他没有再出第三刀 一来他修出那八道黑气太难了 自然不能轻易浪费 第二的话 他也不敢动仙王之后啊 万一引得仙王提前出手 那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了 哼 看在仙王的面子上 饶了你们这次 刀客身形一摇 变回了正常人的大小 众人都是傲然 说什么门面话 仙王需要你给面子吗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说给仙王面子 任何人 第975章格式人情 既然说了任何人都不得冒犯黑暗帝国 那说出去的话就要实现了 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响了起来 只见黑暗女王意识撕开空间出现 他一身黑衣 戴双脚赤着 露出两只玲珑玉卒 白的惊人 而指甲戴上居然还抹着红色 多了一分娇俏之意 可惜的是 他依然蒙着面 让人无法得赌他的长相 可冲着他绝美帝身材 这应该亦是一位角色利人 王 刀客连忙行礼 黑暗女王抬了抬手 目光扫过 冷漠无情 充满着杀意 你是先王之后 他看向十号 十号只是淡淡一笑 随你怎么认为 那 今日本尊便图一先王之后 黑暗女王出手 向着十号抓了过去 靠 来真的 十号连忙躲进了先居之中 登圣卫想要匹敌超百阶的绝颠 那不是找死吗 以为躲进先居之中 本尊便奈何不了你 黑暗女王冷笑 放在先界的话 本尊还真的动不了你 但是 这可是凡界 他纵身一跃 已是杀到了先居门前 双手挤斩如箭 竟要生生破开大门 这够直接 也够暴力 更是霸气 不过 先居可是先王所致 要可以被这么简单的破开 那真要丢尽先王颜面了 任他如何轰击 大门自然窥然不动 黑暗女王并没有罢休 他轻斥一声 嗡 空间破开 只见一口墨盘浮现出来 天哪 这件大杀气来了 看到此物 便是裴生泰等人皆是浑身发颤 生起一种难言的恐惧 这玩意 杀他们一如反掌 十号也是大惊 要是将先居丢进墨盘之中 那先居又能扛得住吗 这可是禁地之物 鬼知道拥有多么可怕的威能 修修修 便在这时 只见空间撕开 又有人跨越空间出现 而且不是一个 多达六人之数 韩雨薇 文轩 刘定俊等得到丁宁峰神藏的人 靠 他们居然迈进了驻天梯 十号亚然 之前他们的修为不是差不多吗 可只是过去了两三年 你们的修为怎的就窜到了驻天梯 这不合理啊 月沧海 还请手下留情 文轩首先开口 嗯 黑暗女王一正 向着文轩看去 你是怎么知道本尊之名的 知道他真名的人 早已经死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文轩一笑 额头上猛的浮现出一个字来 零 丁宁峰的九次战法 黑暗女王立刻认了出来 他目光扫过 你竟然是丁宁峰的弟子 不只是我 还有他们五个 文轩说道 再指了指仙居 他一事 空 黑暗女王身周的空间纷纷崩碎 塌陷 虚空能量如潮 却根本无法进他的身 显示出他可怕到极致的实力 但亦显示出他此时的情绪波动有多么剧烈 靠 当初老丁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两人之间不会曾经发生过狗血的爱情故事 但丁宁峰还是为了天下苍生将黑暗女王月沧海给镇压了 让黑暗女王从此恨上了他 而丁宁峰也因为念着旧情 才镇压不杀 一瞬间 十号脑洞大开 他一事从仙居中出现 只要黑暗女王出手 他有把握及时躲进仙居之中 好 看在丁宁峰的份上 本尊饶你们一次 黑暗女王已是恢复 深周的空间也平息不再波动 他立刻转身 撕开空间离去 不过 在空间闭合之前 他又有一句话传了过来 这次之后 只要被本尊撞见 谁也救不了你们 他这么一走 刀客自然也不会不识去 立刻跟着离开 十号则是看向文宣己人 道 己位 不打算跟我解释一下吗 黑暗已经降临 好好活下去 才会有明天 文宣说道 师尊的人情已经用掉了 接下来 岳沧海再不会对我们留情 凶罗 你可悠着点 不要再去激恼他了 十号不由八卦之心熊熊 道 丁宁峰跟这个岳沧海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恩怨情仇 文宣怂怂间 这个我意不清楚 你得去先借亲自问师尊了 不过 涉及到感情问题 问之前你最好做好挨打的准备 龙晨昊一时笑道 走了 现在修罗界入侵 我等亦可以参悟一丝他界规则 这是无比得宝贵 韩雨薇说道 在事情发展到不可挽回之前 先王会亲自出手 我等好好参悟 努力活着 在黑货面前 凡借人能够做的 就是顽强得活下去 等待先借大佬的出手 池昊听了 并没有说什么 但心中却是极不舒服 就为了让先借人深悟一下修罗界的规则 所以 要任由黑货发生 掀起无边的杀戮吗 他若是先王的话 会想办法直接杀进修罗界去 将阴魂彻底解决 凭什么只有你们入侵的份 可惜 他不是 众人纷纷离开 便是先借人一不例外 黑暗女王太强了 现在是百名鸟连先王传人一敢动 所以 还是赶紧换个地方吧 他们亦不敢再对阴魂出手 只是参悟着修罗界的规则 这井水不犯河水 双方便能和平相处 这就苦了凡借的生灵 阴魂肆虐 卷过一颗心体 这颗心体就等得及的死寂 不过 通过太虚界 十号看到 好多石心势力在这场浩劫中完整得保存了下来 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 有一个光照升起 将阴魂聚在外面 这些势力 西年都出国绝颠大能 早已经飞升去了仙界 所以 定然是这些大能送下了宝物 守候住了他们的后代货门人 十号除了无奈也只有无奈 在没有足够的实力情况下 他只能先顾好小家了 还好的是 云顶新距离黑货的中心区很远很远 哪怕以阴魂这样的飞行速度 至少也要五六十年后才会被波及到 时间还有 十号准备突破 再强的石布也只是登圣位 他需要攀登上更高的境界 他让翁南勤等先进入先居 包括从安民等人意识 经过这么几亿之后 他要收服这些人应该不难 然后他开始冲击接天路 第976章接天路 在目前这个阶段 年轻一代中还没有谁踏进了接天路 当然这是指凡界 先界人可不在其中 所以 十号一旦完成突破的话 那不但他的战力已经冠绝年轻一代 便是在境界上也是一记绝尘 无人可以媲美 真正的第一人 无可争议 千凡相隔 凡人怎么成仙 先住一条天路 无尽地接近先界 然后再住一道天梯 攀登而上 天路接得越长 那距离先界就越近 而天梯住得越高 迈入先界也越是容易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天路若是修得不够长 搭起的天梯也根本不可能够得到先界 十号便开始铺设天路 关键是 先界在哪 这需要先感应到 否则的话 那乱住天路 又有何用 十号感应着 他的圣位齐高 好像要穿破魂海似的 在圣位之巅 他感应到 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吸引着他 那就是先界 为什么只有二不方够资格迈进接天路 因为你圣位不够高的话 根本感应不到先界的方向 而不达三步的话 你即使驻出了天路 最后距离先界意识太过遥远 驻出的天梯根本处不到 基础决定了上层 十号点头 一向以来 他的基础都是打得足够夯实 这让他拥有了攀登巅峰的资格 他以规则为基石 铺设天路 向着魂海的天空而去 先界和繁界 不在一个维度之中 只有在精神世界才能触及 一块块基石铺下 十号的前方也出现了条黑色的大道 散发着无尽的霸气 仿佛只要寄出来便可以镇杀统街 事实上也差不多 这次突破耗石就涨了 整整三个月之后 十号才停了下来 接天路 而且 他不但铺出了天路 而且一口气就铺出百步之多 这是什么概念 走出五百步 便可称大成的接天路了 而他才刚刚突破的时候 居然就走出了百步之多 这是匪夷所思的 十号睁开双眼 轰 虚空都是颤动了一下 他有种感觉 现在便有撕开空间的能力 事实 十号运转力量 规则意识缠绕在手上 用力一撕之下 空间好像不化似的 被他硬生生撕开了 足有三尺大小的裂口 空 无尽的能量汹涌而来 十号连忙退 能量狂泻 但失去了他的力量维系 这个裂口也很快就愈合了 他可以撕开空间 但以他现在的实力 却仍不足以抗衡 虚空中的能量风暴 否则的话 任何一个驻天梯 都有肉身横渡虚空的能力了 他露出一抹笑容 现在他的战力 已是达到了驻天梯 这说出去估计都没有人相信 要知道 境界越高 想要越急战斗就越难 驻天梯都已经是凡界巅峰级别了 可十号刚刚踏上接天路 就拥有了抗衡驻天梯的实力 这是何等恐怖的事情 没办法 一路皆是打破极限而来 再加上修罗界的规则 使得十号的实力更是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他将翁南晴等人又放了出来 这在仙居之中待了三个月 众人都有些憋得慌 你突破了 翁南晴立刻问道 十号点头 露出一抹笑容 翁南晴也笑 他的夫君快要触到凡界的巅峰了 他自然也开心无比 恭喜大人 从安民等人也纷纷道贺 别说他们的战力早就被十号碾压 别说十号现在比他们高出一个大境界 放在等级森严的五道界中 也由不得他们不恭敬 十号心念一动 道 你们以后 可愿跟随于我 征服先界 这 从安民等人皆是迟疑 这野心也太大了吧 居然要征服整个仙界 只是 你虽然可能是先王之后 而且天赋也确实牛逼 但说到要征服先界也差得有些远了 再说了 我们虽然成了你的人情 但毕竟不是太熟啊 你一上来就这么说 让他们很难接话呀 十号一笑 容貌力变 而且 散发出来的气息也变得更加强横 导师 震天尊者 天 从安民等人皆是惊呼 一个个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十号居然就是震天尊者 靠 靠 靠 他们目瞪口呆 这对于他们的冲击也太大了 十号也太牛叉了 居然以这样的方式混进了训练营 逐家老祖 双花尊者等等 他们百般干扰又如何 十号还是大模大样的进入了训练营 甚至 他还被称为金牌导师 便是先见人也抢破了头 想要由他来教导 愿意跟随修罗大人 从安民第一个跪了下来 向着十号献上忠诚 如果十号只是十号 那他最多就是钦佩十号 但是 十号与震天尊者居然是同一个人 那就完全不同了 两年下来 他几乎天天都在受十号的指点 这是何等恩情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愿意跟随修罗大人 有更多的人跪了下来 不过 最终还是有三个人选择了拒绝 他们是自己势力的继承者 有太多的责任 同时也有着顾虑 所以 他们不想跟十号混 十号也没有勉强 任这三人离去 你们在这里继续参悟 我会让裴生泰他们过来 守护你们的安全 十号说道 是 从安民等人皆是点头 大人 您要去哪 他们问 十号一笑 自然是去找几个人麻烦了 他说的几个人 便是逐家老祖 双花尊者等 忍了这么久 终于要轮到他发威了 他进入太虚界 通知了裴生泰等 让他们过来 帮忙保护一下从安民 与裴生泰等人来说 这是小事一桩 自然愿意送一个顺水人情给十号 千王传人呐 十号让翁南琴和紫金属 他们也留了下来 因为他们得抓紧时间 参悟修罗界的规则 甚至 他还把先驱留了下来 如此一来 翁南琴他们自然就绝对安全了 如今的十号 在凡界已经不需要先驱了 他飘然离去 但紫金属却非要跟着他 去装逼如此风光的事情 怎么能把也给落下 第九百七十七章炼狱 代十号和紫金属走了之后 从安民等人才爆发出惊呼声 导师居然就是修罗 天哪 要是这个消息传出去 会引发多么巨大的震动 相信 像竹家老祖他们 肯定会演珠子都掉出来吧 哈哈哈哈 他们皆是大笑 反正自己的长辈 师长并没有和十号结怨 所以他们自然不必担心了 咦 修罗大人之前扣下了我们的修炼资源 不会是自己用了吧 有人突然说到 一时之间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是满脸古怪 以前是因为以为十号乃是驻天梯 自然不惜喊抢他们的资源 可现在证明 十号也才刚刚踏入接天路 之前可一直是登圣位啊 那么被他扣下的资源去了哪呢 不用怀疑 肯定被他用到自己身上了 众人皆是呲牙 亏他们之前还那么天真 以为十号是为了激励自己 不过 他们却没有一个因此心生怨恨 因为十号给他们的帮助太大了 远远超出了那些天才地宝 他们当然知道感恩了 十号一边走 一边顺手摘取着天地规则 一些被他领悟 一些则是被他纳入了小心语之中 推进着这个小天地的完善进程 小石头 你就不怕刻扣那些人的事情曝光 他们造你的反吗 紫金属坐在他的肩膀上 一边啃着灵果一边问道 呵呵 说得好像你没份似的 十号冷笑 跟也有什么关系 紫金属拍拍爪子 撇了个干净 当初可是他提议的 天才地宝中 也有一大部分进了他的肚子 现在倒是装起了无辜来 十号没有理他 这只耗子就是个坑货 占便宜的时候拼命往前挤 担责任的时候则是逃得飞快 他来到了传颂阵处 虽然现在阴魂肆虐 可阴魂并没有实体 它们无法破坏纯物质 所以 这个星体虽然生灵死得差不多了 可无论是建筑还是山石河流 却保存得无比完整 传颂阵当然也是如此 阴魂占据的怪物只知道杀戮 却对破坏建筑等东西兴致寥寥 不过 这里亦是盘踞着无数的阴魂 发现十号之后自然纷纷扑了出来 而实体化的怪物也跟着出现 有的长着五条胳膊 有的则是生着三个脑袋 皆是盯着十号 杀气腾腾 生灵与阴魂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不会因为它们占据了生灵的肉身而发生变化 十号张开小心雨 轰 一颗颗太阳发光 释放出灼灼光芒 顿时 冲过来的阴魂如泥牛入海 立刻溶解的干潜静静 小心雨中的太阳在威能上虽然不如它的食阳圣体 却剩在数量足够多 而且即使破坏了 还可以再生 并拥有无穷的成长空间 剑十号这么强大 那些寄生怪物都是纷纷窜了出来 双眼中射出邪恶的光芒 杀气腾腾 十号淡淡一笑 既然撞上了 那就顺手将你们全灭了 毕竟 我也是人类中的一份子 羞羞羞 那些怪物奇奇冲了出来 向着十号发起了攻击 真是无趣 十号感慨地道 伸手一按 轰 一道冲击波涌出 砰砰砰 这些怪物奇奇爆碎 而一道道阴魂也从破碎的肉身中飞了出来 尖笑着向着十号扑去 要夺取它的肉身 可惜它们面对的可是十号 太阳法相灼烧 这些阴魂皆是被生生烧成了飞烟 不堪一击 十号摇摇头 对阴魂它拥有先天上的优势 无论是食阳体质 又或是太阳法相 皆对阴魂有着极大的克制效果 阴魂遇到它 绝对是境界自动降一格 现在它更拥有助天梯的战力 纳住天梯阴魂面对它一直能发挥出阶天路的实力 怎可能是它的对手 数量再多都没有 十号将这里的阴魂杀得干净 然后启动传送阵 来到了下一个星体 同样面了这里的阴魂之后 它再次开始了传送 如此 接连九次传送之后 它来到下一个星体 只见这里终是没有了阴魂 但是 这个星体上已经没有强者了 都跑了 只剩下大祭天之下的存在 因为启动传送这需要大量的灵石 没有一定的身家可动用不了 末日随时可能降临 在这样的心态之下 明明阴魂还没有杀到 这里却先已经成为了人间炼狱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十号都不敢相信 人类可以饿到这样的地步 杀人 那已经是最轻的恶行了 十号原本还有悲天闽人之心 想着看看 有没有办法将这个星体的人送走一批 留个火种啥的 可他现在却是改变了主意 现在还活着的 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了 说禽兽都是在抬举他们 根本就是披着人皮的恶魔 十号直接以传送阵离开 这样的恶魔便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 接下来 好几个星体都在重演着这样的画面 直到又是五次传送之后 世界才一片太平 就十号所了解的 现在黑货所波及的范围不足整个星宇的万分之一 但是 却让万分之二的世界发生了灾变 所以说人类凶残起来 危害程度可丝毫不弱于阴魂 又是几十次传送之后 十号终于来到了飞虎星 双花尊者 我来了 为什么第一目标选择双花尊者呢 不只是因为这是和他第一个结仇的驻天梯 还因为双花尊者意识最弱的驻天梯之一 赤子要剪软得捏 他毕竟刚刚迈进接天路 站立也只是触到了驻天梯的边 哪怕全力爆发 估计也就是街的样子 必须得从最弱的挑起 他走的是以战阳战的路线 拿别人的资源来壮大自己 装逼使我快乐 紫金鼠已经忍不住欢跳了起来 小石头你说我们要怎么闪亮登场呢 不如你一荣成另一个人 先去双花道场拜师 再遭到对方的拒绝后 再开启了暴肿模式 一路横扫直到无敌 十号白了他一眼 不能那么水 不能这么浪费时间 我们堂堂正正地杀过去 哎那样会减少装逼的快感呀 紫金鼠摊了摊手 一副很无奈的模样 第978章开队 嘴里说着不要水 不要浪费时间的时候 还是以借此虚拟数改变了一下的模样 然后出现在了双花道场的门口 这是双花尊者的主道场 西年被十号洗劫过 让双花尊者第二次吃了大亏 吃隔数年 他又回来了 去去去 不要挡着门口 你这条健狗 道场门口 立刻有守卫向着十号呵斥道 嘖嘖嘖 还真不愧是十星势力的守卫 不过是一名区区比暗静 居然也敢出言不逊 十号扫了一眼 门口只有两名守卫 显得有些寒酸 但冲着双花尊者四个字 哪怕门口不放一个守卫 又有谁敢小瞧了呢 他淡淡一笑 道 我要见双花尊者 两名守卫同时一正 表情不可思议之极 他们是耳朵出了问题吗 居然有人开口说要见尊者大人 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尊者大人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去去去 赶紧滚 两名守卫皆是挥手 好像在赶起盖似的 再不滚开 那我们就要不客气了 十号展颜一笑 还真怕你们以礼待人 像我这么讲道理的人 也就不好意思跟你们一般见识了 哟 怎么 我们要赶你走 你还想还手吗 一名守卫说道 拔出腰间的刀 在十号面前晃了晃 老子现在拿刀指着你 你又能如何 嘿嘿 另一名守卫在边上冷笑 还真没有见过这种傻叉 居然敢跑到双花道场放肆 莫非脑袋是空心的 十号伸出手指 按在了刀尖上 按说 你一个小喽啰 我不应该跟你一般见识的 奈何我食药装逼 紫金属开口 替十号将话说完 十号一笑 只见那守卫的刀尽是瞬间变得通红 然后化成铁水滴落下来 发出吃辣吃辣的声音 地上有火苗跳动 什么 持刀的守卫连忙后退 下得手中的刀柄都是掉到了地上 他和另一名守卫皆是用惊恐的目光看着十号 浑身站立 那可是三星真金打造的兵器啊 居然这么容易就融化为了铁水 这个年轻人是魔鬼吗 我要见双花尊者 麻烦你们去通报一下 十号又强调了一句 那两名守卫哪里还敢说话 忙不迭地转身 向着道场里面跑 一会之后 只见一名青山男子大步走了过来 他身材修长 一张脸则是十分瘦长 有点不符合比例 阁下要拜见尊者大人 那青山男子笑道 一副很随和的模样 不过 十号可以感应到他语气之下的森然 装花道场 时心势力 岂容谁放肆 十号摇摇头 你用错词了 我是来见双花的 不是来拜见的 这 好大的胆子啊 直呼尊者大人之号 将自己摆在与尊者大人相当的位置 开口就说要见 这是谁给你的勇气 金山男子哪还忍得住 直接出手 向着十号抓了过去 放肆 嗡 他的手按到十号面前 却是猛的停了下来 无法再近一寸 好像有一只无形之手将他握住了 金山男子用力正 可这只手却是纹丝不动 这 他不可思议的看着十号 此人看上去不过二十多岁 可实力却是如此可怕了吗 远远超出了助王庭的层次 补神庙甚至大忌天嘛 不过 不管你是谁 好来双花道常放肆 那是大错特错的 阁下 我劝你还是赶紧放开我 否则的话 你会后悔终生 他咬牙 勉强说出了一句 十号失笑 你眼睛有问题吗 我哪只手抓住你不放了吗 是啊 十号副手而立 看上去根本没有对他动什么手脚 青山男子一愣 不是你动的手 可不是你又是谁 难道还能是那只耗子吗 你不要装糊涂 快点放开我 他大声叫道 十号伸直一弹 青山男子便如炮弹一般弹射了出去 然后砰砰砰砰 他一连撞破了七道墙 这才被第八道墙挡了下来 身体滑倒在地 躺着不动了 这让两名守卫下的胆汁都要冒出来了 那可是傅恒大人啊 堂堂驻王庭高手 而他的爷爷傅元更是大忌天强者 乃是尊者大人的第十七个弟子 你这是捅了马蜂窝 要是傅恒大人没死没伤还好 否则的话 你不但要死 甚至全族都要陪葬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道场中的其他人自然也被惊动 纷纷冲了出来 傅恒 谁把他打伤的 发生了什么事情 谁敢跑到双花道场来行凶 这些人皆是大喝道 一个个显得愤怒无比 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堂堂十星势力 居然让人打到了门上来 然后 他们便将目光放在了十号身上 因为这里的外人就只有十号一个 非常之显眼 顿时 他们气势汹汹而来 将十号包围了起来 你是谁 是谁指使你的 他们贺问道 显然不愿相信十号如此年轻 能够是什么高手 敢跑到双花道场来行凶 十号扫了一眼 道 我来见双花 让他出来 免得我大开杀戒 他并非是杀之人 所以 他只想杀双花一人 可是 有人非要自己找死的话 那他倒也不介意成全了对方 听到十号的话 道场中的人都是大怒 你难道是驻天梯大能吗 竟敢叫双花尊者出来相见 年幼无知 并不代表就可以乱说话 一名老者亨道 伸手向着十号抓了过去 他就是傅元 傅恒的爷爷 见到孙子倒在地上 他本已经满心不爽 只是压抑着而已 现在见十号如此放肆 他自然忍不住了 哼 大忌天出手 扬动着规则之威 向着十号阵落而去 十号弹指 哼 傅元就被阵飞了出去 什么 大忌天强者竟不是一盒之敌 这下 所有人都是凛然 这个年轻人至少也得是三季四季的存在 而可以迈过大忌天这道蓝 无论放到哪里都能撑的 上一生高手了 不过 想在双花道场放肆 这还是远远不够资格 第979章连败 双花道场虽然是十星势力 但并没有接天路的强者 这是一个断层 自双花尊者之下 第一高手便是他的二弟子白号 乃是登圣卫 这个级别的强者共有三名 皆是双花尊者的弟子 而登圣卫之下 大忌天强者也不少 有27人之多 放在十星势力中 双花道场完全算不得强 但因为有一名驻天梯大能坐镇 却足以奥利于世界之巅 可现在 出现了一名不怕双花尊者的愣头青 而且弹指就打败了复原 这样的实力 双花门下的大忌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触及 所以 想要挡下十号的话 只得出动那三位登圣卫的强者 对付一个小年轻 如此之快就要出动这三位了 很丢人呐 可是 总不能认识好行凶 更不可能直接惊动尊者大人吧 于是 第一名登圣卫强者被请了出来 段飞鸣 双花尊者的第六图 数十年前刚刚踏进登圣卫 目前一直是一步级别 可只要踏进登圣卫这个层次 那就是天下有数的强者了 放在飞虎心上 他的排名绝对在前百 甚至前五十 他看上去只有四十来岁 身材魁梧 散发着涉人之气 他盯着十号 心中则是疑惑 这个年轻人是谁 他想要一探十号的实力 可十号看似普通 又似乎深不可测 让他完全无法揣夺 阁下如何称呼 他没有立刻发难 而是首先问道 十号微微一笑 也算是老朋友了 怎的如此生疏 还要问我的名字 这 帕马德 谁知道你是谁啊 段飞鸣在心中吐槽了一句 若非十号深不可测 他哪会如此废话 直接出手就将人拿下了 可十号说得这么玄 让他又有些摸不透 绞尽脑汁想了一通 意想不到任何人 可以跟十号队的上号 再看看十号笑盈盈的模样 他不由一脑 对方该不会是故意在胡说八道吧 既然你不肯老实配合 那就体怪本座无情了 他纵身而起 傲立于天空之中 上来一战 登圣位级别的战斗一旦爆发 将会产生巨大的破坏 所以 他自然不想在双花道场中开战了 而且 那也极可能惊动了正在闭关的双花尊者 十号无所谓 步步登天 反正已经来到了双花道场 他建议先花点时间吃到小菜 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到底是谁 段飞鸣问道 十号一笑 你若可以接我一百招 我就告诉你 狂妄 段飞鸣斥了一声 猛的发起了攻击 空 空 空 大战爆发 段飞鸣全力出手 并没有半点留情 可十号从容应对 他完全战不了一丝上风 一道道能量波动冲击 也惊动了更多的人 白号 及后城这两位登圣位强者也跟着出现 他们分次不同的地方飞来 却是站在了一起观战 此子 实力有些乐得 怎会有如此年轻的登圣位 据说 现在有不少仙界人下凡 夺取机缘 也许此子正是其中之一 可是 我们双花道场跟仙界又没有什么仇怨 为什么要来针对我们 也许 刚好就被对方撞上了 白号眉头一皱 既然如此 便让段师弟拖久一点 再赢对方一招办事 既顾全了那小子的颜面 又可以让他知难而退 好 及后城点头 仙界人是他们惹不起的 他向段飞鸣神识传音 说了他与白号的推断和决定 这虽然让段飞鸣有些不满 却也只能无奈点头 对方疑似仙界之人 当然可以得到特殊的对待了 很快 双方已经打到了90招 再过9招 10号一拳轰出 段飞鸣体敌不住 直接从天空中跌落了下来 砰 他摔在地上 将地面轰出了一个大坑 10号淡淡一笑 可惜 你没能挡下我百招 没有资格让我说出名字 这 段飞鸣自然气的吐血 太狂了 真是太狂妄了 而白号和吉后城 意识没有料到 之前明明感觉段飞鸣会赢啊 怎的战局 却是突然出现了逆转 我来吧 吉后城道 他虽然也是一步登圣位 但段飞鸣只是初期 而他则是则是巅峰 战力不可同日而遇 好 白号点头 他则是二步 未来有机会迈进接天路的 只是始终差了那么一点 吉后城迈步 踏空而行 来到了10号相同的高度 与他对峙 年轻人 本座知道你来自何方 他说道 我 十号一笑 你来自仙界 吉后城大声说道 十号摇摇头 不对 再猜 明明就是 你何必不承认呢 吉后城笑道 年轻人 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当我摆招 我便告诉你我的来历 十号说出了相同的话 好 吉后城点头 立刻向着十号杀了过去 他刚才看得仔细 十号的实力 应该是不如段飞明的 却掌握了一门秘术 爆发力无比惊人 才突然逆转了局势 打败了段飞明 但他既然有了准备 又怎么可能让十号再次得逞呢 一战 果然 他大战上风 同样是一步 但初期和巅峰是完全不同的 吉后城自信满满 根本不会给十号爆发大招的机会 他加强攻势 想要尽快击倒十号 然而 十号的任性却是出奇得强 很快就来到了九十招 这时 所有人都是生起一个奇怪的想法 不会历史重演吧 一招 两招 九招 十号漠然发力 轰 吉后城便被从天空中轰落下来 同样砸出了一个大坑 这 道场中的人皆是无语 十号到底用了什么法门 竟可以突然之间让战力大爆发 可惜 你也没能挡我百招 十号笑道 白号自然只能挺身而出 他盯着十号 表情十分慎重 一次那叫巧合 侥幸 但连续两次的话 那便不是巧合了 对方是半猪吃虎 真实实力绝对不止一步登圣位 方能在九十九招的时候 瞬间击败断飞鸣和集后城 第九百八十张双花出手 空 白号肆无忌惮 帝释放着自身的气息 这个对手必是强敌 他需要爆发权力 绝不能疏忽大意 他是肯定无望三步的 但是 他进阶天路却是有可能的 只是差了一丝丝而已 所以 他平时一直收敛气息 不浪费一丝的力量 这一刻 他不再韬光养晦 将自身的力量尽情释放 气息有若汪洋 一来 这时他十分重视十号这个对手 另外的话 他一是在向对手示威 我可是强制二步的 十号就那么看着他 道 我一用二步之力 你若能挡下我一招 便饶你一命 思 面对段飞鸣 及后城这两个一步 他还开出了百招之约 可面对更强的百号 他居然说一招就能败敌 底下的人都是不信了 虽然断 及二人都失败了 可十号也没有表现出压倒性的实力啊 怎么 你突然之间就变猛了 让你狂 白号大吼一声 向着十号轰击而去 十号一笑 随手就是一拳 果然 他将力量压到了二步 但本元经之下 白号的攻击被他完全看透 这一击直指对方最最薄弱的区域 破坏力无比巨大 砰 一击而已 白号就被震飞出去 从天空摔落下来 也让地上出现了第三个坑 不堪一击 什么 双花道场的人都是在颤抖 白号居然不是一拳之敌 怎么可能呢 这个年轻人到底强到了何等地步 断 其二人意识骇然 刚才他们还十分不服 认为输得冤枉 但现在的话 他们哪还敢有这样的想法 十号的实力之强 深步可测 三步 四步甚至五步吗 空 就在这时 白号摔落的深坑之中 却有一股可怕的气息冲天而起 洋洋如沸 这时 二师兄要突破了 因祸得福 二师兄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 一脚迈进了接天路 二师兄距离接天路本来就只是差了一线 所以 在重压之下 他迈出这一步并不奇怪 众人都是惊喜 谁能想到 白号竟会在这个时候突破呢 秋 一道人影破空而起 正是白号 太阳冻着狂暴的气息 嘴角虽然带着雪渍 可脸上却是充满了狂喜 接天路 他终于踏进了接天路 在刚才那一瞬间 他成功打破了境界屏障 溢住出了自己天路的第一块砖 虽然仅仅只是一小步 可他的实力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接天路 自然碾压当圣位 本做到要谢谢你 成全了本 哼 白号刚还要发表一下晋级感言 可正说的得意时 却被十号一巴掌拍成了血雨 郭躁 十号淡淡说道 说了挡下我一招 才能饶你不死 唧唧歪歪做什么 绝语纷飞 充满了接天路强大的气息 众人都是目瞪口呆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白号刚刚突破啊 居然就被轰杀了 一招 我的妈呀 这是何等恐怖的实力 轰 狂暴 愤怒的气息爆卷 只见一道人影从双花道场的深处飞射出来 整个人好像在燃烧式的 扬动着雄雄火焰 双花尊者 他确实一直在闭关 但白号突破 突然之间出现的接天路气息 还是第一时间让他感知到了 可因为他熟知二弟子的气息 自然明白 这是白号突破了 他当然高兴啊 双花一脉终是后继有人了 可紧接着 白号就陨落了 他自然不可能忍得住 直接破关而出 满脸都是杀气 敢杀他的弟子 而且还是天赋最高的弟子 让双花一脉断了传承 这是绝不可饶恕的罪过 不管你是谁 他都要杀了 你是谁 他虽然看着十号 这个人杀了自己的弟子 一定要血债血偿 但他亦要知道为什么 十号微微一笑 老花 我你都不认识了 双花尊者先是一愣 老老花 哪怕他在属的朋友 也不可能叫他老花啊 叫了他肯定拼命 但是 他真的不认识十号啊 如此年轻的强者 放眼天下都应该是屈指可数的 但绝没有一个人的特征 与十号相符 哦不 有一个 装花尊者原本只是杀气腾腾 但现在的话 他确实默然爆发出了冲天的怒意 修罗 他大吼道 声音滚滚 瞬间覆盖了整个心体 不要管容貌 身形甚至灵魂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可只要强的不像话 那就是十号的特征 十号哈哈一笑 容貌变化 立刻化为了本来面目 果然是他 装花道场的人皆是师生 这个修罗还真是胆大包天 居然两次跑到双花道场来放肆 可想到十号拥有仙居 他们便只有无奈的份 强如柱天梯又如何 奈何得了仙居吗 那可是先王守比 装花尊者则是更怒 这个修罗真是该死 居然还敢杀到自己的道场 宰了自己最出色的弟子 此来 他伸手 向着十号抓了过去 轰 一只乌青色的大手横更于空 驻天梯就是驻天梯 哪怕双花尊者是最弱级别 可这一击依然恐怖无边 十号战一如歌 昂扬高斥 他出拳 向着这只大手轰去 什么 这十号居然要引刚 众人都是大惊 但随后则是大喜 这小子是在找死 你有先居 确实谁也奈何不了你 可要硬当住天梯的话 那给你三条命都是不够用的 好 如此的话 双花尊者便能得到先居 从此之后 便是绝颠大能 亦不用放在眼里 哪怕黑或横行也不怕 双花一脉 可千秋万事永远辉煌 双花尊者亦没有想到 可此时此刻 难道他会收手吗 既然你要找死 那就成全你 空 乌青色的大手震落 打在了拳头上 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 大手的掌心竟是被声声轰爆 拳光泡射 直击长空数万里 这才暗灭了下来 啪 大手自然也四分五裂 再无钉点威力 这 所有人都是站立 这意味着什么 只好拥有了合住天梯正面交锋的能力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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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之间 每个人都是遍体声寒